地震強度 現在發生地震了 哇 你說好可怕 搖得好兇喔 搖得好兇就叫做地震強度 你所感覺搖旱疾破壞的程度就叫做地震強度 搖的程度叫做地震強度 感受到搖晃的程度 沒有地震以以前就憑感覺 憑觀察 窗戶搖來搖去 燈搖來搖去 房子垮掉了來判斷 有地震以以後 根據地震以所測出來的加速度 來表示它的強度 有加速度 那麼台灣的這個叫台灣的地震強度 它就是個等級 等級 所以它有單位 級 它沒有小數點 空手到三段就三段 五段就五段 沒有人空手到三點五段 所以它就是整數 它就是整數 它有整數 它沒有小數點 它就是整數 沒小數點 一、二、三、一、二、三、一、四、幾 OK 那麼台灣現在用的地震強度分兩種 一種叫五感 一種叫有感 五感叫0級 有感有1到7級 921之後改革 921大地震之前 台灣只分到6級 後來92121實在晃得太兇了 太空母了 所以網上就加了1級 叫做7級 7級 所以現在說1到7級 考試欺騙社會的題目 請問台灣把地震分作多少級 8級 就跟0了 1到7 所以總共有8級 0叫做五感 正常人沒感覺 你世界超級恐怖敏感不管 1到7 有感 正常人有感覺 你世界時刻也不管 不然就1到7級 所以數字越大代表晃得越兇 來 我們台灣分到1到7 日本也是1到7 可是日本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的5跟6有5強5弱 6強6弱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1234567 其他國家 阿巴米卡 中國大陸 用的是賣卡利挖夠錢嗎 這個幾 他總共有12級 到了美國 發生地震 氣象報告告訴你說 我們的震度有10級 哇 好恐怖喔 還有10級耶 台灣才7級 他只是牽的方法不一樣而已 最後是一樣 跟台灣比較恐怖 只是大家哥的方式不一樣 他們有12級 但是把別的國家 你就不理他了 我們只管台灣 台灣有五感跟有感 有感分做1到7就可以了 OK 然後就有個表 欣賞一下不用背 好 總共有0級到7級 然後有名字 這個曾經有考過大概兩次 超級無聊天 請問你五級地震叫什麼名字 五級叫強震 六級叫劣震 要背嗎 我認為不用背 但是要背也很好背 還有一股節奏感 唯輕弱 終強烈距 有沒有感受到你節奏感 很好背 唯輕弱 終強烈距 OK 很好背 名字不用背他 然後就他靠加速度來判斷的 這是現代的地震一看的 因為最右邊就是所謂古時候 沒變的感受狀況來看的 OK 我們後面會提到現在發生地震 我們要跑出去 你們搬在一樓 我就建議你 就直接衝出去了 跑到中庭那邊 避免被壓到 如果你在二樓移上 我就不建議你出去了 二樓還可以出去 你就直接跳下來就好了 二樓可以直接跳 三樓往下跳就不太好了 我就不建議好 但是嘴巴這樣子說 但是你想跑 也不一定跑得了 假設921大地震發生在白天 我們臺北市在正央附近的話 我們看看 六級的列陣 叫做搖晃劇烈 以致戰力困難 你很難站著好 到了七級 921的中心大概七級 到了七級的時候叫做 搖晃劇烈 以致五百一 抑制行動 你想走 都走不了 因為搖太兇 你根本走不出去 你大概只能做一件事 方法有1 趴下去用爬的 方法有2 爬下去用滾的 你大概想要用走的也 走不了 你搖太兇了吧 沒辦法走 東西是嗎 所以我嘴巴上說要你跑出去 可是恐怕你連跑都 跑不了 你可能跑都跑不了 跑不了 OK OK 這就是震度 那麼震度會跟一些因素有關 跟它的地震多大有關 跟國升有關 如果你同一個地震 一樣 規模一樣 那當然是離震央越遠震度就會怎樣 越小嘛 那如果你離震央一樣 你離震央一樣 那麼 深度也一樣深 那當然是規模越大 搖得越兇嘛 那假如 規模一樣 距離一樣 深度不一樣呢 你越深的 影響範圍越大 可是搖得比較小一點 越淺的 影響範圍小一點 你搖得比較兇一點 這都是用感覺就可以感覺出來了嘛 不需要特別小 你就會 所以它會改變 它會改變 OK 那麼 把震度一樣的地方 點連成線 線連成面 就有一個所謂的等震帶 等震帶 像這個圖上就是個等震帶 那麼等震帶呢 基本上是離震央越遠 震度就會越小 但它不會是同心圓 因為它會跟一些結構構造 什麼地質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裡跟這裡差不多遠 可是澎湖只有幾級 一級 可是這裡有幾級 三級 所以不像一樣遠 就一定會一樣大 OK 基本上是越遠越小 但是沒有告訴你 一樣遠就會一樣大 還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 然後考試就考你 畫一張圖 然後告訴你 這裡的規模是五 然後震度是三級 請問你 這裡規模多少 五 規模不會變 大家都一樣 震度幾級 越往外越小嘛 然後三 然後就知道二 然後就知道一 一級 考字就考這個 你就知道就考了 就是了解一下等震帶的意思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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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